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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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stus動物巨星又稱動物狂想群那這部當然就是眾所公認的十月製作最強 故事講述在一個潮漏石動物共存的世界某天男主角所在的學院中發生的羊頭同學被咬殺事件以此事件作為開端展開了各種探討人性與動物本能的故事這部動畫屬於邪道題材的作品它在故事中不止不停地在闪述社會的陰暗以及人性顯惡的這類事情更是將動物的本能考慮進去讓它不只是一個單純的擬人化動物群像劇而深知這點的動畫組更是將其特色發揮到了極致 剛才也說了這部動畫和FGO一樣在視覺和聽覺上都帶給了觀眾們各種意義上的享受如果說FGO讓觀眾們享受的是震撼的音效和流暢的戰鬥畫面以及美靠 那動物巨星讓觀眾享受的就是它畫面的流暢和細節呈現以及角色的細膩情感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足夠帶動氣氛的BGM 畫面的細節我們光從第一集就能看到許多環節不管是鏡面細節還是光影特效它做的都非常的到位而畫面的流暢最直接體現的就在第四集 老虎和大灰龍男主拿主刀對打的那個片段從這裡也就能看出他今天就算要去做一部像全院拉修羅那樣的3D戰鬥方式肯定都是綽綽有餘的 而在角色的細膩情感上我就不棄說明要寫最細膩的男主啦我在這要來說的是除了男主以為讓我看得最有感覺的那位陸翼學長 從一開始你會認為他非常的高傲討厭總是擺著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姿態面對眾人雖然他的確有著過人的魅力和領導才能但就是會對他的態度感到反感 直到你看見他其實也有懦弱的一面且還是個刀子嘴鬥虎心的好學長時或許你也會對他多少有些改觀 他這點也不僅僅是面對男主而是面對所有人不然他也不會在社員要跌下舞台時捨身就他導致自己最後右腿骨折 且最後即便他受了如此嚴重的傷卻還能強硬地完成自己該完成的事的那種決心和態度就真的會讓人有種這頭路真他媽的帥的感覺 而最後的BGM更不用說他所呈現出來的BGM真的是將整部動畫提升到了另一個嶄新的境界 因為即便像是第四集後面那樣很熱血的場面他也不會放出那種雖然能在意識讓觀眾們熱血沸騰卻會破壞整部作品氛圍的BGM來稱場面 而是繼續使用那種適合這部作品即平靜又柔和順暢卻又不會降低高潮氣氛的BGM來做呈現 且事實也證明了他這樣做是對的也因此收穫了不少的觀眾和好評 直至目前為止他在B站的觀看量已經來到了1100多萬次雖然不及一些搞笑翻但絕對是在水準之上 且他還獲得了9.9分的超高分成為了10月新翻到目前為止最高分的動畫 當然這分數之後肯定會再浮動但我相信只要後面都很正常 這部秋季黨最強製作動畫 相信要成為霸權翻也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好啦那今天我個人認為10月最強的兩部新翻就先說到這裡 以上也都只是我個人在看過之後的感想或許你會認為他們沒有資格配上最強的稱號 我認為那也沒有關係因為對於一部作品的評價本來就很主觀 在你心目中肯定也有個能配上最強稱號的選擇那你就選你喜歡的就好 畢竟看動畫本來就是要挑自己愛看的看嘛 好啦那今天這集影片就先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別忘了按讚訂閱留言加分享B站的朋友們 還請三連加關注唷 我是所長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 這是上一期節目結尾說要做的類似鬼滅的大陣小道消息 當然啦我這次已經算是演了一起啦 好啦那今天的題目就由之前觀眾所提問的為何所長會取名叫做大元大次郎呢 因為我之前在玩NBA2K UNLINE啦本來是想要取黑子的籃球裡面的角色名字啦 因為超帥 但後來就被取光啦 後來我就想說好吧那就取烏龍派出所裡面的兩斤看集囉 但也被取走了 那最後我只好取那個大元大次郎囉 因為就跟兩斤看集很相近嘛 然後後來我就錄死遊戲實況影片嘛 那時候我也沒有打算要改名字 所以我就把這個名字直接當成我的頻道名稱來用 所以雖然我自己是用這個名字當頻道名稱啦 但我本人的個性其實和所長沒有很相就是了 而且當初我也沒有特別的熱愛所長這個角色 是後來我又看了很多次很多次烏龍派出所之後 才對這個角色慢慢的有感覺啊 畢竟我也用這個名字嘛 嗯就就就這樣 就是很沒有理由的理由 超蠢對不對 我就是那麼隨便 嘿嘿嘿嘿 好啦那今天的派出所小日記就到這邊 如果各位喜歡的話還請留言跟我說一下 我就會努力繼續做的 不喜歡當然就不做啦 那不知道還有沒有下次的趙羽見啊 掰掰